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和您相会在今天的 中国文艺 我是盛南 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 迎接出了多种多样的传统节日 随着时间的演变 节日的内涵和庆祝方式 也在发生着变化 今天的中国文艺 继续与您共赏 中国节日文化的绚烂多彩 欢度美丽节日 敬情欢歌 歌颂祖国大好河山 庆祝欢乐佳节 飞扬舞蹈 描绘生活多姿多彩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节日欢歌 端午节又称端阳节 五月节 自古至今 端午节都是中国民间 一个隆重的节日 端午节有吃粽子 塞龙舟 喝熊黄酒的习俗 由于地域广大 民族众多 加上许多故事和传说 使得端午节在全国各地 有着不同的习俗 关于端午节的知识 让下面节目中的 这位小朋友 给我们讲讲吧 今天是林族节 是光阳节 也是粽子节 不过它还是诗人节 因为它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 屈原 先生 屈原是谁 他爱吃什么 他跟我爷爷神生日大 我来一一解答你们这个问题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爱国诗人 他一生志向高远 忧国忧民 这个史书上倒是没有记载他爱吃什么 也许他像景航你一样爱吃肉 但是要说他有多大 他可是比你的爷爷 甚至是你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还要大 先生 我就问一个问题 冬节为什么要吃粽子 为什么粽子还往水里扔 为什么粽子还有叶子给它包上 还有松子给它缠上 它能跑 而且为什么粽子是三鸟形的 这一个问题到你这变成了无数的问题 粽子也叫脚鼠或者是统粽 哦 那为了纪念屈原 老百姓在每年的这一天都会拿着粽叶把姜米包起来 然后再把它们扔到了江河之中 这样小鱼小虾就只顾吃粽子了 明白了 那小鱼小虾能把粽子包开吗 小山竹 你可真是个操心的命 先生 为什么粽子有棱有角的呢 那为啥北方人都爱吃白白糯米和小老人的粽子 你虎 他们不会做别的了 听先生说 还是听我来说 粽子有棱有角 据说是寓意着做人要有棱有角 而洁白的姜米也代表着做人要清清白白 一颗小枣那就是说明做人要有一颗红心 明白了 我们北方人都爱吃甜的粽子 但是在南方据说还有包肉的咸的粽子 你们三个都爱吃什么 咸的 咸的 那么小咋的 我要吃咸的 糯米肉的 我要吃猪肉炖 调整的 你们那嘎的还有猪肉炖粉调整的 先生先生 我还有问题 我也有问题 我也有问题 来 孩子 爱问问题 这个值得表扬 但是你们看看 和咱们一起出发的龙舟都已经靠岸了 这样我们先把我们的龙舟靠岸 然后我们一边逛街 先生 一边为你们解答问题怎么样 开光就开始了 好 来 口号 预备 走 一二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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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时 纵舞飘香 端午作为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 端午节在不同的地区叫法也不同 有端午节 端阳节 地辣节等 由于各地区的文化不同 形成了丰富的端午习俗 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赛龙舟 赛龙舟在沿海一带十分盛行 也深受各国人民喜爱 赛龙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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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哟 赛龙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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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懂指使用 喜爱 scope 来 Why two join the main Joshua 来吧 赛龙舟 来吧 赛龙舟 喝 我一就h 后来行ool 赛龙舟 来吧 赛龙舟 是你诘之 symbols 水淋淋的笔法 一刀走 一刀走 笼罩飞舞走前秋啊 嘿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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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笼罩飞舞 笼罩飞舞 走前秋啊 重阳节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 到了唐代被正式定为民间的节日 如今人们对于时间有了新的认识 老年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养老生活 而是去追求自己的爱好和梦想 用丰富的晚年生活来弥补年轻时的遗憾 虽然已经年遇古稀 碎过花甲 舞台上的他们依然精神绝朔 老当义壮 人老心不老 说的就是他们 在西区的时候 不然是不人的 怎么办 игan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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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 这不是吹捧 这是互相欣赏 老伴 我一想你 我这心里就砰砰跳 忍不住想跟你来一个激情的拥抱 还来急 傻客 你干什么呀 我们还没有报告呢 我还没有活够呢 我不交了 不是 你爱交不交 靠腰子 老头头 老头头 教练呀 教练 我给你讲个事情 我家老头头 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了 阿姨 为什么要大喘气 命运为什么要安排我碰到你们两个提炮 我真不交了 小胖子生气了 小胖子生气 走了走了 老头头走了走了走了 老板 看来咱们开车自驾游这个计划 彻底泡汤了 没关系的 我们骑上小三轮 一样可以自驾游的 对对对对 我们去不了三亚 我们可以去三里屯 去不了松花江 我们可以吃松花蛋 去不了乌鲁木齐 我们可以到中央电视台看小泥 等一下 等一下 孩子 给那个婷婷打个电话吧 阿姨 你咋知道对呢 婷婷不要走哦 知道了呀 那个我说靠腰子 你跟那个叫婷婷的姑娘到底咋回事 不瞒二老说呀 我暗恋婷婷已经暗恋十年了 今天她就要出国了 那赶紧去跟她表白呀 拉倒我不敢去 万一她不同意的话 我们连闺蜜都没得当了 哎呀 算了算了 这事就相续了 我现在看明白了 现在呀我要利用三个月的时间 教会二老开车 帮你们完成梦想 我亲自给你们做事办 好不好 好 好地呀 好地呀 咋过不是一天呢 来 哎呀听听音乐 换一换心情 好地呀 老爸 这个音乐不行再换一个换一个 还要怎么说出口 好 不是 老爸这个也不合适 再换一个 这位朋友您好 您有什么话要对亲友说吗 主持人您好 我现在在机场准备出国 我想送一首歌给我的朋友陶正 停电 我希望在我离开的日子里 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友谊 能够一生一起走 所以您要点一首周华健的朋友 对吗 不 我要点一首梁静茹的 爱你不是两三天 哇 那爱我不是两三天 可那爱我不是两三天是什么个意思呢 多清楚呀 哎呦急死我了 你通他家 肯定是婷婷把歌点错了 没有 男人的情商是十二分都扣光了吗 婷婷她向你表白呀 哎呀啊啊啊啊啊啊 哎呀 不是她向我表白呀 那我该怎么办呢 你赶紧去追她呀 我不行 我又穷又老又丑 我怕我配不上她 你再穷再老再丑 你有我穷有我老有我丑吗 没有 阿姨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爱情保鲜靠表白 爱她就要说出来 行 说说 喂 婷婷 我想跟你说句话 我想说 我 哎呀 哎呀妈呀 哎呀 快快快拿来给我给我给我 那个婷婷啊我跟你说 我是谁 我是陶正她爸爸 啥时候定的你这是 那个陶正的意思呢 就老伴你说 哎我 婷婷啊 我是陶正的奶奶 这样真实一点真实一点啊 陶正想对你说 这话得自己讲的呀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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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不出口 陶正啊 他在墙上呢 没事了没事了 他说住你在那边找一个爱你的疼你的照 挂掉了 别挂 别挂 请你我爱你呀 你再说一遍 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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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说 停定 我爱你 清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起源据传是来自古代帝王将相的墓记之礼 民间效仿于此日 祭祖扫墓 历代沿袭而成为了传统习俗 我现在是百古年来啊 清清八八祝年 所以刚清明就是清亮明星的意思 清明既是一个节日 也是一个节气 清明节是养柳发芽出绿的时节 民间有折柳插柳的习俗 此外 大家外出踏青赏花 在这一天甚终 谢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传统节日》中 也有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 每逢七夕 女子都会祈求自己 能够心灵手巧 获得美满的姻缘 这也就是 奇巧这个名字的来由 人们期望着爱情能够圆满 生活也就花好月圆了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不得翻唱或使用 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双方 和ây人 人 更好 不得翻唱或使用 再过 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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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 该不该再继续 该不该有回忆 让爱一步一步靠近 我对你有一点东西 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 有那么一点点东西 一点点迟疑 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 我对你有一点东西 我对你有一点东西 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心 有那么一点点东西 一点点痴疑 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 难以抗拒 人最怕就是懂了情 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 却陷入爱里 我和你 难和你都逃不过爱情 也许应该放心 让爱一步步靠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